大家好 歡迎收看說說心理話 我是Kitty 崔潔彤 Hello 我是Kamen 李嘉敏 今集我們繼續有嘉賓Wing 歡迎Wing 上次我們說到一些賭人 Wing跟我們分享了一些個案 接著說說其實引有很多種 Wing就開始想 難道我打機都成癮 現在要了解一下Wing的打機情況 Kamen覺得你成癮這個情況嗎 我的機引應該由自童年開始 有第一部紅白機 那些年代一直都開始打 到中學就每天放學都要去網霸 即是最瘋狂的CIO 去到這個習慣 現在沒有去網霸 因為自己買電腦這麼好 每一個星期都起碼7天 要打5天 但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可能只能玩一個小時 最盡是一個小時 我不知道這樣是否叫成癮 其實如果習慣了十多年 我不做就很哩哩亂 OK好 我就這樣去聽 放心 我覺得還未成癮 因為很簡單 Wing自己都會說 我每天打一個鐘 他能控制到 我一直去聽 其實我自己就不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等於其實現在我們認識很多人 可能包括自己都未領 一天都要掃一下手機 可能掃手機的時間都過一個小時 或者不掃的時候 或者手機不在身邊就已經啪啪了 是否成人呢 還未是住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是何時呢 就是說 我自制不到 總之要一直打下去 我有多多時間 我就一直去沉迷 那就是應該要注意 主要就是看你能否控制得到 對 控制感 雖然你有不開心的 不能打久一點 但你能控制到 因為你知道如果繼續打下去 其他事情發生就更開心 我怕一些小朋友 因為我自己有小朋友 我知道打機不好 但我都會繼續做 但我盡量不在自己的小朋友 令到整件事可以得到一個平衡 首先不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 其實是否很多人 去到控制不到的時候 我們其實其中一個指標 就是影響他的生活 是的 很重要 去到 例如Wing這個情況下 可能是打機 有些人是掃手機 有些人可能是其他人 可能生活都緊張 我們都需要有一些 me time 給自己一點時間 放鬆一下 還有要進入自己的世界 這個是很正常的 所以給自己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去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 只要不影響到人 為所欲為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我們都需要這一件事 有一個me time 但如果真的影響其他人的時候 你明知道的 影響了工作 影響了家人關係 甚至是子女 你明知道的時候 你都沒辦法控制 我都一定要做的時候 那就是其中一個上癮 或者是成癮的指標 除了上網 之前我們說的賭癮 其實還有其他 譬如你說 有些人買東西 買到上癮 即是我的卡都要買 這些也是上癮 令到我可能工都不回 或者我真的要花很多錢 在這方面 可能也是一個上癮 有沒有說 哪些是會比較 在你的認知裡 容易一些去處理 或者令到它可以改正過來的 其實去到癮是困難的 但譬如說要看回成癮 去到癮 就是一個行為控制不了 但如果那個成癮 其實有很多種 譬如我們說回倒癮 有一些是因為它要尋求刺激 人生實在其他日子 對它來說很苦悶 可能沒有朋友 沒有家人 它唯有用那個方法 令到自己有快感 可能有一些 通常去到癮 都是附帶其他情況 很少只是一個人 其他就正正常常 很少的 可能附帶其他精神的情況 可能有抑鬱 可能是有焦慮症等等 等等 變成了如果是去到一個心理治療 或者是一個精神科治療 其實現在沒有藥 專門去吃那個人 但就有一些藥物 幫他其他的情況 可能是焦慮症 抑鬱症 抑鬱 希望藉著減輕這些情況 令到他成癮的行為 可以有幫助 或者有一些是很豪盛的 那些豪盛 真的會覺得 你們買當然是輸 我就不同 我一定贏的 所以近年我看到很多的賭局 或者賭盤 都很吸引到大學生 很吸引到自己覺得自己是教育的 受過教育的 這就是浩盛 另外有一些是悶 很苦悶 譬如家庭主婦 或者是老人家 這些是罪覺的 就是真的沒什麼世藝 又沒什麼人陪平時 他唯有上網打遊戲 甚至是賭 這些是比較容易處理的 因為其實令到他的人生有些世藝 或者多一些子女回去陪他 那就容易處理 其他就比較難處理 所以首先要找回原因 原起是什麼 如果可以針對原因 就容易處理一些 但始終去到成癮這個地步 都比較難處理 都需要一些時間去調整 無論是心態也好 或者是真的腦分泌也好 都要去做 就想問一下 有沒有可以預先去到預防 讓自己不要去到成癮這個地步 又或者就算不預防也好 感覺到自己去到Face 1、Face 2 容易處理的時候 就立即去停一停 有沒有一些自覺的呢 其實我會覺得去到成癮 就真的難搞的 但是由零去到癮 其實我們中間還有位置 所以我會覺得 譬如自己已經察覺到 自己開始有一個pattern了 我喜歡 還有我覺得有樂樂樂 還有我很嚮往那種快感 那種刺激 那可能就要去先注意 或者是見到朋友 或者家人 都是這樣的時候 就要去注意 那怎樣注意呢 就是我想最切衷 和最快捷的方法就是 幫他們的思維去想 其實我覺得社會 都可以多說一些 例如剛才Wing說的 其實賭都有它的後果 那後果是甚麼呢 原來背了一輩子 所以其實去到這個pattern的時候 我們看到就可以說 不要想得那麼美好 OK 可能是很美好 可能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但是這個開心 有時要付出代價 我們都要去明白那個代價和風險 包括就是以後你可能要你甚麼條數 你可能是甚麼程序 那或者是公樓又供不到 公車又供不到 信用卡 又可能真的人家都不敢批理 原來是盛世的 那大家就要知道 就是這個活動 OK 我可以控制的時候 都有一些開心位 但是如果我給他控制的時候 基本上他控制了我以後的人生 所以那些職券大家戒賭 戒其他人的廣告 可能就要再清楚說明 是吧 貼地地告訴你 是怎樣影響到 沒錯 賣不到樓 是啊 我看到有些人追星 都是廢寢忘餐 又或者是真的日曬雨淋 可能連工也不回要請假 我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是成癮 還是又未至於去到成癮 怎樣界定 我又想看看阿Wing 你也是年輕人 你又有沒有試過追星 或者曾經試過追星 追星這兩個字 在我的認知之下 是中學生會做事 當年我中學生有做過 譬如說我們不吃飯 儲錢去買 買齊那個偶像 第一至十二隻 所有大碟 一個collection要買齊的 但不知為何我現在留意到 追星的年齡層就越來越大 即是上年多的都會追過十二個 我反而想知道 究竟追星成癮這件事和年齡有關你呢 其實我們很少看到 追星會變成真是一個addiction 當然有一些真是比較投入 和比較沉迷的 其實如果我們會去看 是否他控制不了呢 我又覺得還未控制不了 只不過我從旁觀察 就是有一些追星的人 即是不其然變成一個戀愛佬 即是他將很多自己的情感 去投射給他追星的明星 十幾年前有個人 自稱是劉德華老婆 那個是否已經發生到一個病 這個我也有留意 但我們會這樣去看 是否他因爲追星 便變成一個現在認知的情況 可能又未必是 未必因爲這樣而假成這樣 可能是因爲這樣 所以才可以有這樣的行為 這個我們考究不了 考究不了 反而我就會覺得 我看到的就是很多情感的投入 那個情感的投入 真的當作男朋友或女朋友 譬如偶像他宣佈 我和誰拍拖 或者我打算追誰的女生 然後我就看到很傷心 好像失戀 甚至覺得他背叛了我 我覺得在情感上 可不可以在思維上 我們要清晰一下 整件事 或者其實都可以是 他這麼大一個人 他都應該有正常的戀愛生活 我們祝福他 有空間的正所 我會覺得可以是自己去看自己的行為 去調教或者認知 我們那個心態 是否變成一個戀愛路 所以其實都是要靠自己的內省 都沒有特別 去到某一些的check point 你做完這件事 就代表你現在危險了 你太過沉迷了 都是看看能否影響到你自己的情緒 我看到這些新聞我會哭 或者是塞爆卡 我都要買了他所有東西 都是要自己去察覺 如果是塞爆卡 就真的有一個後果 而他明知這個後果 他都繼續繼續塞 這個我們真的要去注意 這個真的要注意 但是你說真的很喜歡 有空就要去看看他這個活動是怎樣 近方是怎樣 我自己就覺得還未至於成癮 我自己就覺得 好 還有一點時間 不如我們就說 其實作為身邊的人 可以怎樣去幫忙 因為剛才Kamen你也有說 本身去做一個治療 都需要時間 亦都有它相關的難度 但是譬如你說 家人不知道身邊的人 有這些情況 或者朋友 例如之前Wing Share的情況 就是他有個同學有賭隱 我知道了 其實我們有沒有什麼 真的可以 少少力量都給他 是幫到他抽離出來的 其實家人很重要 可能去到有一個癮 還有有一個後果 他要跟家人說 他可能已經是走投無路 所以我想第一個反應 就是不要罵 如果不是他以後就不會再找你 或者他去到下一次的時候 他可能真的去找另外一個方法解決 可能就真的跳了下去 因為他都覺得他世上 再沒有人可以理解他 好 要去治療 其實是一個漫長的治療 即是說任何的人 所以我想家人是要給時間 因為很多時候 治療一個人 可能他需要的是一個食藥 食藥不是治療那個人 是治療他附帶的一些精神的情況 他需要食藥 但還有可能是要在那個思維 真的要去幫他 即是用CBT 認知的行為 就幫他試一下扭回思維 但其實那個扭回不是一時三刻 因為已經變成癮 所以家人要有個心理準備 可能他去接受治療的時候 當然鼓勵他去治療 甚至是陪伴 治療可能有一點好 有些氣息 可能是有段時間的時候 他會很多時候有relapse 即是會回到那個癮 有些反彈 有些反彈 我會覺得家人千萬不要氣餒 這個我們要預料 因為有時那個人已經形成了這麼久 他整件事是開心的 他是興奮的 他就算忍了幾個月 他可能有一些事突然刺激 他真的快要多一波 家人知道的時候 我覺得不要太大反應 因為我們要預料會有relapse 即是他會有回頭 但如果家人堅持 還有繼續鼓勵 再來我們一齊再來 可能整個時間要有relapse很多次 即是回頭又很多次又再走過 可能走了五步 他退回三步 那也好有兩步 那就再由那裏再走過 其實是一個漫長的治療 家人的陪伴是很重要的 好呀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都給大家一些資訊 如果大家身邊有一些成癮的朋友 而他們亦希望希望得到幫助的話 我們就記得要給他多點耐性 這兩集多謝Wing上來和我分享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們的內容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健康好人生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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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李宗盛